2017年1月22日 对于企业退休职工王拉蒂来说 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他领到了第一笔 由山西省社会保险局发放的退休养老金 从此不用担心退休后的生活 再受企业效益的影响了 当时结冻了我就跳起来了 可以说是热泪盈眶 我说这一下我可真生活有了保障了 我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劳有所靠 劳有所依 劳有所乐 真的可幸福了 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这是党和政府不懈努力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山西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 20世纪80年代中期 国有企业的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拉开了山西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幕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以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为基础 以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 以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为补充的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 基本形成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 山西省委省政府 认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 逐步实现城乡之间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 通筹衔接 发展残疾人事业 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基础社会保障 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主要体现在保障项目上 坚持以社会保险为主体 在山西大地上实现社会保险的全民覆盖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2019年1月 台元市阳居县瑶子上村村民张连生 在县人民医院住院十多天 不仅治疗效果好 更让他惊喜的是 治疗花费7,034元 个人只承担562元 2017年8月 山西省政府一发 关于进一步完善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的通知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 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平均提高10% 达到75% 农村居民用药目录品种 从原来的1500多种 扩大到2800多种 从2018年起 沃省城乡参保患者一地就医 可通过社保卡直接结算 在养老保险方面 2014年 沃省建立了全市统一的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2018年 企业退休职股待遇 进行了连续第14次的待遇调整 我所有的企业 退休职股的待遇水平 平均在人均3296元 在全国派第五位 在中部六岁派第五位 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是实现覆盖全民目标 促进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最重要的举措 截至2018年11月底 全省养老 医疗 失业 工商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达2403万人 3240万人 429万人 594万人 477万人 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 达到95%以上 有效发挥了社会保障 安全保 减震器和稳定器的左右 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发展卫为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 山西在学有所教 老有所得 定有所依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上 持续取得新进展 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支撑着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 全省各地 正在不断致命 社会保障网络 三进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